好,那各位好,評審好,那我是UniCourse,大學課程搜尋資料庫的PM-SKY,那今天我要各位報告我們的結果,那就是我們是一群來自師大的學生,那我們在每學期在準備要開始選課的時候,我們都會開始去搜尋各個課程對我們來說哪一些課程是比較重要的,哪一些是值得我們去修,那我們都會去評估哪些課程是要怎麼去排,然後要怎麼去修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這些步驟其實是有一些是能夠再更加簡化的,那我們就針對這些資料去,我們就想說就是有哪些東西究竟是可以去簡化的,那有哪些東西是能夠透過在搜尋課程的情況的過程,然後能夠去知道一些除了課程本身以外的其他更多的事情,那我們之後發現就是,不管是在做很多的各種應用的時候, 發現我們都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知道不同學校的課程之間的關係,那因此我們就覺得就是我們想要去,為了要去達到我們想要做的各種應用,所以我們發現就是要把每個學校的課程的綱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才開啟這個專案。 那所以我們認為就是這個進屬性是必要的,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這個專案,那我們就要先搜集每個學校的課程,那我們就發現就是,其實由教育部主導的課程資源網,其實就有嘗試把每個學校的課程整合在一起,那 那我們發現就是在教育課程資源網裡面,就是他們有把每個學校在每學期的課程名稱,然後教學的教授,還有在當屆修課的人數都有列出來, 但是其他的部分就比較缺乏,那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必須要在有第二層的人,那就是我們希望由每個學校的負責人,去把每個學校的課程把它收集起來,那這樣的話就能夠確保就是每個學校的,每個課程的資訊都能夠更完整,但是不只有教授的這些資料,那我們也希望學生也能夠根據他們所修的課程給出回饋, 那給接下來的學生以及其他人能夠做一些參考,那這支UniCourse的資料的來源,那我們為了想要把這個資料庫能夠讓更多人能夠很方便的去取用,那我們就除了WebUI以外,我們還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讓所有人能夠用不同的方式去Iss到這些資料,這樣子,那我們之後發現就是其實這個, 很多不同大學的資料,不只有我們修課的學生可以做使用,那其實在各種教育工作者,那我們就可以去分析不同學校的課程,然後有哪些課程是,這個學校是比較缺乏,另外一個學校比較多,那或者是在下學期,我們哪些課程是比較缺乏,或者是在這個資料庫建成的情況下,能夠讓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交流,能夠有更多的進步的發展, 然後在雙方溝通上能夠更加方便,那以下是我們目前的成果,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目前已經做出了一個基本的WebUI,那在這邊的話,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登入帳號之後能夠去做簡易的搜尋,那在右上角會有一個進階搜尋的功能, 那在這邊搜尋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課程,在那個學校的選課系統裡面,有哪些資料是有列上的,那在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把這些資料,然後引到一個新的連結,然後讓其他人在分享課程的時候,能夠把這些資料分享給其他人,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可以讓其他人能夠更容易的去add到這些課程資料,那同時就是在其他,在其他不同的, 大學之間,也能夠透過同樣的入口,去進行溝通,那就是我們目前的專案正在持續進行當中,那我們是使用GitHub Issues,去做各種管理,那我們也持續在Discord上進行溝通,然後也在持續進行,持續在尋找課程負責人這樣子,那這個就是我們大概的內容,那想請問各位教授,各位聽說什麼想法呢?謝謝! 感謝團隊的發表,接下來看各位評審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出,那個如果從專案的立場來講,對不對?最好就是什麼?最好就是你們開始去寫那個,對大學選課系統的爬蟲程式,對不對?然後你只要怎麼知道,有一組這個大學學生的帳號密碼,然後他就可以把他所有的課程爬下來,對不對?然後完了之後再去做那個什麼?那個過濾程式處理,那我再請問一下, 那這個爬蟲程式,你們已經開始寫了嗎?還是,現在是用人工的方法去把那個,那個各大學的選課資料刀下來? 對,我聽起來,專案的重點在於,有人寫爬蟲,去爬每個學校的東西,那我想問的是,你們是有打算做user回饋,這堂課他的評價,或是他的想法,的嗎?對,就是有沒有在你們這個打算之內,然後以及目前,因為看好像你們有打算做這件事情,可是目前好像沒有這個相關的內容? 對,同樣的就是,其實現在在這個大學資料網裡面,其實已經很方便了,因為你想要選什麼,他有用學校分類,或者是領域分類,那我很想知道的是,你們有什麼不一樣?到底user是覺得用那個為什麼不方便,找不到你們想要的課程?這個可以再說清楚,好,謝謝。 那我這邊問一下,各大學當然就是,也是一個蠻大的社會工程,或者社會網路,那這一部分的推展,有沒有什麼想法?是從社團嗎?還是都找職工科系的朋友? 我覺得這一部分的推動,有沒有什麼想法? 好,感謝各位評審的詳細提問,請團隊正在評審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好的,那剛剛提到就是,有很多都是關於就是這個資料,究竟是要怎麼使用? 那就是,事實上就是在,這個專案剛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前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其實是想要做一個,有關於修課學生的評價,那依我四大學生來說,就是我們其實,從十年前,我們就有學長姐在FB上,相見一個FB社團,那事實上就是在,一直以來,每個學生,如果要去查我們學校的課程的話,我們都會到那個社團去搜尋。 那我們是因為發現就是,FB的搜尋沒有辦法找到就是已經存在,而且我應該要找到那個課程的評論。 那因為這樣,那就是因為讓我困擾,所以覺得就是應該有一個方法,能夠更容易的去找到這些評論。 那這個是以使用者的角度去抒發,那我們就發現就是,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能夠做的。 那就是,如果去看我們學校以外的學校,我會發現就是其實,台大他們其實也做了很多個類似的產品。 對,那我們發現就是,其實,症結點似乎不在這個地方。 那就是才發現就是,或許把學校,每個學校的資料把它放在一起,才是就是目前每個系統裡面缺乏的東西。 所以就是,雖然原本是想要做,就是有關於使用者評價的這個東西,但是發現就是這個才是更為基本,更為重要的東西。 所以才決定就是把我們目前的重心放在,如果打造就是跨學校的課程資料庫。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有關於課程爬蟲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是以,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師大學生,那我們當然就是以師大為主軸。 那,因為我們師大是在台大的三校系統裡面,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以三校系統為主。 那,因為那,目前也有不同的學校,也有E-RAN就是一起加入寫課程爬蟲的部分。 那,包含明川大學,然後中興大學,還有很多。 那就是,就是目前在經營當中,然後一直也都在,就是會利用就是課程匯入,然後,嘗試把這些東西一一列入,就是,會利用就是課程資料,課程搜尋,課程搜尋,各校課程負責人的部分,然後去, 去,直接完成這整個資料庫,這樣子。 那,如何去知道就是每個學校哪些課程,就是由最機組的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去知道哪些課程是必須要去匯入的,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還有,呃, 我們補充一下,就是我們爬蟲的部分,我們師大的爬蟲是已經完成,那其他部分我們有跟GDSC, 就是Google的學生開發者設計有一些合作,對,所以這個有各校的人。 那,呃,關於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使用,就是跨校的,就是,為什麼要使用跨校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知道就是各校的課程的那個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的,就是有一些什麼前端開發者的roadmap,或者是後端開發者roadmap, 它上面其實是有很多knowledge point,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做一些這類的東西, 然後把這些課程的,裡面是實際含有的這一個knowledge point把它標出來, 那不管是對在學生或者是自學的人,他們都可以根據我們標出來這個東西, 可以做他們自己的roadmap,然後,因為現在很多大學都有開放課程, 所以他們剛好可以用這個東西,然後去學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對,那, 你推展的部分指的是,嗯,OK,好,那,呃,各大學推展方式,目前都是以, 就是,呃,我們還是會持續把這個專案去,呃,讓各個學校知道, 那在這個,呃,各個學校課程負責人會以,呃,那個學校的單, 單個人或是社團,這樣子,好,謝謝,好,讓我們以掌聲感謝團隊的報告與回應, 謝謝